各位網友,你們好,歡迎你又來到Anson Zhang M.M.X.I.X的YouTube Channel 又到了當季日劇集集,出去看完吹吹水,五劇偷五包雷,放心 自己要看了才知道劇情內容 大致上他的背景可以交代給大家聽,希望大家對他們有興趣 這套是我都會追的,因為女主角我一定會看,男主角他的戲路比較多 你問我這次他表現,不一般 這個就等他做完,我才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會這樣看 這一套,大家一看,名稱都不...應該好像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明明一套是律師片來的,講述的是什麼呢? 講述的是一個男性,男仔,好像穿衣服沒有那麼整齊 但事實上不是,我想告訴你 不過他平時的表現比較沒有那麼嚴謹一些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他像街頭街坊律師一樣 結果事實上真的不是 原來整個故事不是這樣表達 待會你容許我就要解釋一下 由於這樣,所以我就發現了主題不清晰 很難逐集逐集告訴你我看到什麼特別的事情 只會看到一些所謂法律觀點 法律觀點也都未必在我們這個地區可以想法相同 所以我就沒有特地去講 這次就當我看完第一集之後 我說了一點點東西,然後我都不太明白 看多了三集的時間,我就發現有一點點不同了 就出了這條題,所以就二至四集一起講 剛剛看完它,石子與與南 石子和與南 這種事情也好,告媽 那一陣子也會講一講 什麼叫做這種事情也好,告媽 這是劇情的安排 所以它跟有別於一般的法律片,律師片 不是對保公堂那麼多劇情 有,不多 而他們的觀點也都對我們來說 所以我看劇情就不算緊密的那種 所以不要太認真 但是這些是可以廣泛討論的一些有趣的法律觀點 第二至四集的一次過都說了 看得到這次我做的Thumbnail 那張圖比較亂一些 原因是看我講的內容就知道了 因為我認為真的不像一般的律師片 反而看看有村駕馴和中村鄰也 每集都有不同的時尚打扮就更好 是的,當然沒有頭沒有尾 因為我正在追數 我告訴你,早一兩個星期很少拍片 非必要都不出 所以我看了太多 但是很想講給大家聽 和分享給大家看 另外我又看到電視播放阿寶寬 我之前剛剛看了那一套的日劇 又想講一下 但是因為它不是當季 所以我就要放到後面 好像一般日劇的分析 或者日劇的想法 但看到好東西跟大家分享那種類別 所以這裡就沒有緊急時間 要跟大家分享 反而這些當季劇就要快點追 還有很多套題材比較吸引 對我來說 我都想分享給大家看看有沒有共鳴 這個就是整體2-4集 看到內容的一種感覺 是不是很亂 是不是說不追漢德 我真的覺得不是 因為要用到出名的明星 去做一些沒什麼氣味的事情 就真的少了 但是它的主線就放在哪裡 在主線放在一些人物關鍵位 我覺得比較多一些 例如你會發現它是一個比較低成本的製作 因為它的內容主要都是圍繞在它的律師事務所裡 肯定是中邨倫也和有邨家純的一些最重要的戲 穿插了這個赤楚衛儀的這位朋友仔的一些劇情 這裡你們看過再說 另外又有一些老氣骨的戲 這些不算太多 如果有看我第一集的話 你看到有一個角色就走了出來 就是她姐姐 她姐姐 還有她爸爸的角色好像走了出來 之前好像沒有 沒有在這個表裡出現 那這裡應該還有一些戲的 原來他們這一家人是有一些強勁的背景 而令到中邨倫也日後的發展有點不同 而她就這麼巧遇到有邨家純 有邨家純是一個 如果看回她那個背景的話 即是看回劇集的背景 那個角色故事背景的話 她是一個很強的法律知識的人士 但是很可惜她又拿不到那個律師資格 相反地來說 就是中邨倫也就有一個特殊技能 令到她很容易地拿到那個資格 但是她對於一些好像律師要做的工作 辯護或者一些職場的反應就欠缺了一些 形成了你會發現這兩個的組合 是一粒一粒的發展內容 所以我之前就說了 似乎像一些人物故事比較多一些 這裏會不會發展到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其實有的 我覺得每一集的內容裡面會滲一些東西出來 令你們胡思亂想 所以我覺得是有的 但是到底去到多深 和肯定讓她們這樣去發展呢 要看一下導演的想法 但是透過她們兩個一粒一粒去處理問題的時間 又看到她那種無懈可擊的感覺 到最後到底各個人的生活會怎樣改變呢 這裏我相信就是往後才知道 所以我就說了 像人物故事多過像法律的觀點 那你問是否完全沒有法律觀點呢 不是的 如果你再回去看的時間是有的 不過這裏就要看她的所謂修士律 修士律先說 就不太理想 因為通常都聽到過十的 當然 牧村 就算近來的日劇 都未必完全十幾 最出名的 最多人看的那一套 就是我的家買Family綁架那一套 一定是過十的 所以比較熱門一些 這套比較弱 這套石子和羽藍 你見到收視率 徘徊大概在七度 剛剛看到第四集 剛剛看完之後 你就發現到八點四 不知道是不是時間問題 還是大家未熟悉 未知道 或者未看到進去 入戲 看到的話 要看回那幾集就知道了 要留意其實他們 就是有一些罪案去查詢 你剛才都說過 這種事情也好過 事實上是不是呢 最基本的想法就是 盜竊罪 未成年者取消權 駐作權法違反 以及義務救護的違反 這些不是一些很嚴重的罪案 但在所謂的刑法裏面 是有一些觀點的 這些觀點就會透過不同角色裏面的出現 就會有一種不同的解釋方式 透過一些小故事 令到這兩位主角 來到去 不要說破解 來到去 怎麼說 中裁 都不可以 始終都要上法庭 有法官判 所以 由他們去解開 那些法律觀點之間 那種 有趣的地方 應該這樣說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點 我翻譯到中文 否則 我就可能看不明白他們說什麼 看看他們有沒有說 有 也是沒有 他們回到這裏都沒有翻譯 有他了 那就是講電話充電的部分 在那個叫咖啡室 因為我看的 所以我記得了 在咖啡室裏面充電 到底是否合法呢 會被人告呢 都可以的 我們經常去到那些地方 都是給你充電的 有些不是 然後就是課金的問題 小學生課金 到底可不可以做取消呢 因為他未成年 可不可以 有效地 自主地去課金做一些事情 這些問題去探討 有些就是告訴你 如果呢 將一些的器去上載 到底有沒有一些法律的問題 他不是相乘套的 他有些轉折位 所以你也要看一下 第四就是講的那個叫做 義務救護的部分 那麼義務救護的部分 你們自己看 因為為什麼呢 很肯定有爭拗的 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地區 已經有兩套不同的觀念 至少有兩套不同的 非常相反的觀念 產生了出來的 那麼有意識到這個狀態的人 是一定知道在說什麼的了 那麼如果沒有不要緊 你就當一些小知識看看 那麼就看看別人的地方 怎樣去取 即是怎樣去看 你這件所謂義務救護的事件 和刑法上面的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的產生 它又不是一個很認真地去分析的部分 是有一種趣味性 所以透過兩個主角的一些相互交流的狀態 你會看得到這些法律觀點有趣的地方 也當中說出他們人物背景裡的小故事 所以我覺得它不是單純一套 律師對補公堂的一些精彩的影片 即是不要當目穿那堆 絕對做不到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小品來的 我覺得挺有趣 是不錯 也就著每一個議題 我發現到每一個這些案件的部分 你會看到它也會補充在日本修訂過這些條例之後 或者之前的情況的背景資料 那麼這裡就立得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是有像不像教育片 我又有一點點覺得遲 不過它的教育是輕鬆一點的 就沒有那麼嚴肅 不是那些好像開個主題 大家辯論完之後 告訴你引入一些方案 所以有一點點趣味的成質 相反來看 如果你上網去找一找 他們的 就像我一樣 做資料搜集的話 反而我們看到另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如果有網友看過他們每集 你就會知道 這兩位主角穿的衣服非常精彩 如果你集集追 你會發現雜雜都不同 雜雜都很厲害 然後在上網的時候 我都找了很多資料 所以你會看到我把很多圖 放了上去 我的Thumbnail 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上網的話 你可以找到 甚至乎你會找到 有些人專門 看著這些主角穿衣服的內容 來介紹給大家 你看到這幅圖 這幅圖 這幅圖 就是中邨輪也穿過的衣服 所謂 在戲裏面穿過的衣服 然後再錄的時間 你會看到什麼 嘩厲害 先錄一下 有村駕馳穿過的 其實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我告訴你很久以前 我已經有留意過 尤其是當時木村那些劇 例如他在說那套 律政英雄先鋒 我忘記了 Hero 他穿那件被子 好像蜂褲也好 那件 或者隔棉那件 你會看到 非常貴的 如果在網上看到 這些你可以覺得 是直入式廣告也可以 但事實上 他們一向長時間都會有 例如飾物 你會看到 一筆遮都會 中邨輪也一三 他的手袋 這個手袋 這個手袋 我常常見 因為他上班的時候 一定會拿著這個手袋 反而這個手袋 我未見過 還未知道 鞋子都會來 衣著 有時候有些飾物 你會看到 中邨輪也 為何那些服飾 那麼搶眼 你會看到 我覺得 正常 平常上班 很少會穿到 花巧 但可能 日本人 就不一樣 他要表達自己 所以 他們會懂得 他所謂的 簡選 不同的類型 有穿假 除了身上的衣服 還有配件 連一把傘 都會特別 有些人想買 一棟類型 都不定 很有趣 不止那麼少 我看到他穿的衣服 不止那麼少 所以 每一集 有些人 都會追蹤著 他的衣服 還有一些飾物 有些耳環手錶 都會有 你上網看一看 就知道 跟著來戴 或者跟著來買 參考 也有 所以你看到 我的副標題 我也是這樣說的 如果 就算 對於這些 嚴肅的內容 沒什麼興趣 就當看他們 每次換新裝 而新裝 對我們來說 比較誇張 因為有時候 他用的顏色太強 太長 男人老狗可以穿一套紫色 或者那些 很紅的那些 或者很花的衣服 簡直是目不暇級 當中 不是看電視也好 看時裝show 都是值得一看的 不知道各位網友 對於這套 石子和雨嵐 這種事情也好 高媽的戲 看到現在 有什麼感覺 有些網友說 停了 會不會有些 很後期才追回 諸如此類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 都挺有趣 始終 他們兩個人鬥戲 都是挺好看的 所以 都是值得 在一個消閒的模式之下 看看他們 還有其他的戲 可以再介紹給大家 所以 你看到 我忙於看 就不忙於錄片 在這裡 都要抱歉一下 所以網友 記得鼓勵一下我 如果想看這一類型的影片 不妨在下面留言 讚好 分享給其他人知道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你即時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 我看到人數高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這類型的影片 受著很多人都會想知道 或者跟我想分享的時間 我就更加多的動力 就拍攝了 好了 今集的時間 就到這裡 先到這裡 如果未看這部電影的網友 可以開始追回 不是很多 只是做了四集而已 容易追 有些電影已經做了一大半 我稍後要再追回 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要選取一下 哪些應該要先講 否則整個夏季的日劇 又做完的話 又到秋季 追不完所有東西 可能有些網友問我 你春季那些 又說會做分集的研究 說很精彩的電影 如果你們都未出現 沒錯 又要剪片又要收拾內容 是真的很棘手 我都不敢再講這句話 希望網友 如果有興趣 記住 我做不到的事情 你們可以做的 你們拍攝就可以了 對不對 一起支持一下 一起去欣賞一下交流一下 好了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不說太久 我要繼續準備其他的影片 再拍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其他人知道 好了 下集再見 拜拜